好帥 好帥 那妳的穿著 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真的妳自己的衣服喔 沒有 就隨便穿啊 因為就今天來的就穿啊 妳平常就穿這樣走在街上嗎 不會 會穿更邋遢 這不是邋遢的問題嗎 有沒有男朋友 有啊 妳男朋友是什麼型的 妳男朋友是什麼型的 劉德華 就走台客會不會被罵 不會 我們要一起抬 抬半間 對 但這很適合 那這真的很像啦 還沒做發現了 他褲子後面那個 其實是亮片的衣服 但是就屌了 KK轉過來 轉過來給大家看一下 助教 幫我們把它翻轉過來 對 給大家看一下 他那個鞋子是穿著什麼 坐到有冰子的那個椅子是不是 鞋子跟褲子都該丟了 我跟你講啊 妳的衣服今天是穿的 就是說很有層次風 一層一層一層的 可是妳衣服的顏色就搭得 我覺得不是很 我覺得不是很對 那如果說妳把這條褲子 如果換成一條白的褲子的話 整體造型來講 會對妳講來加分一點 今天剛好妳碰到一個 流行教主 羅老師 要幫妳改造一下 對 像譬如說妳喜歡 可是我是厚身然後又肥 然後又胖 怎麼辦 還是有辦法 老師 真的嗎 對不對 那個 羅老師 看妳辦得到嗎 待會兒要看妳怎麼舅舅 就位妹妹囉 Check it out 這名牌有做過瘋狂的事 或者同學有很瘋狂的經驗 有嗎 有有 有嗎 來 有有 因為我為了買那個皮夾 我就會吃飯 買什麼 皮夾 買LV的皮夾 把探錢全部省下來 去買一個皮夾 對啊 然後還有打工的錢 結果買到了呢 買到了啊 這很高興 那高興 然後呢 用了多久還在高興 用了快一年吧 還在高興嗎 對 因為就是一高名牌就很貴 所以會成錢 對 基本上 以妳來講喔 妳就應該不要穿短褲 妳應該穿呢 長褲 或者是比較長的裙子 波西米亞風的東西 會讓妳感覺起來很飄逸 而且波西米亞風的話 有的 譬如說妳看歐洲的婦女 她們也是很胖 但是這些東西搭上去的話 妳會覺得她是一個很有味道的人 並不覺得她很吃肥 但是 如果只有短褲或短裙的話 也是可以穿嗎 如果只有短褲短裙的話 我們就只好將就有沒有 將就 對 妳先把這個穿上 唉唷 妳這個尺度 妳有試過 我跟妳講 妳唯一的優點 好不好 唯一 一點點的優點 然後呢 因為妳前身後身都很寬 肩膀又很寬 不像我 我們這種是很 把這個肩膀露出來 很棒的 下雨天的時候 還可以滴幾滴雨水 喝到這個 就喝一喝 滴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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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外面呢 穿上這件 因為女孩子都想要 我要露一點 可是妳露得太多又不好看 因為妳的肩膀這個地方呢 有點 蝴蝶袖 還有蝴蝶袖 對 有點像賣豬肉的 民族風是今年也算滿流行的 民族風已經去年 去年喔 對 就已經起來了 但是 台灣是今年比較起來 比較落後的 對 而且妳知道民族風 妳很怕的就是 修的那個很可怕的民族風 很土 像這個呢 它修的還不錯 還滿雅的 滿雅的 就試一下 那有長褲嗎 那基本上妳配這種東西的話 就是牛仔長褲 白的 淺藍的 深藍的 然後呢 稍微有一點喇叭 妳還可以穿一點那個 有沒有矮子樂 這樣看起來腿就修長 就可以修飾妳自己 但是在今天呢 沒有辦法的辦法下呢 有張褲嗎 我就選了一條裙子給妳 有一件 有一條張褲 不行 這個張褲不行 這會放大 而且呢 這個 會放大 對 白色的關係嗎 而且穿這個東西 你下面要穿一個合身 貼身緊身的東西 就穿一條裙子 來 去 加油 加油 GO 穿著隨心的小文 經過老師的指點之後 會變得不一樣嗎 看到換衣服的時候 還是要請教老師 來 坐下麻煩一下 人矮喔 千萬不要穿這種褲子喔 這會讓你更膨脹更胖 然後腿型更不好看 其實這個還滿多人穿的耶 尤其是小朋友 對 可是他們都不知道自己穿起來很醜 而且呢 就是穿這種褲子呢 一定要穿高跟鞋 你知道嗎 但是高跟鞋是不是也有分 有全包的或者是有那種 穿這種不要穿全包的高跟鞋 會很土 很土 因為他已經縮腳了 這邊老師呢還是要請教一下 因為他們現在這個年齡層 來講的話 你有沒有要特別叮嚀 或者是跟他們講一下 這個年紀很容易犯的錯誤 在流行上面的觀念 對 我最可怕有的時候是看一些 我鼓勵大家看雜誌 去看歐美的雜誌 這是歐洲痛的 歐洲痛的雜誌 你先把歐洲痛的雜誌看完了以後 你再反過來去看日本的 或者是台灣的雜誌 因為為什麼呢 歐洲痛的它絕對是 每一個各家攝影師 設計師出來的經典的東西 所以你看它的東西的話 那是流行的代表是絕對沒有錯 有概念在 對 那麼歐洲風呢跟台灣風呢 有很多是 我們說實在的 很多設計師都是半路出家的 就是也是 台灣的很多造型師 也是就是我喜歡服裝 我就出來做造型 我跟哪一家品牌比較好 我有提風給你們 但是它並不是科班出身的 所以我們看到雜誌上 有一些的時候他們就是 我們你衣服拿來就是 隨便搭配一下 這樣才可以上 啪啪 常常是有這樣的 所以會有很多 我們看起來是很痛苦 讓我們很失望的是錯誤的示範 對 妳會不會不建議 這麼小就買名牌 我是真的不建議太小就買名牌的東西 您是幾歲接觸的 我從小就穿名牌 所以 就搞壞了嘛 所以就不好 所以我告訴你從小不要穿名牌 對 那第一件名牌 妳還記得是在幾歲的時候嗎 我第一件名牌啊 我從很嬰兒的時候 就是穿嬰兒的品牌的名牌 那比如說像他們這個年紀 十五六歲的時候 十五六歲的時候 我第一個拿到的名牌 就是Johnny Versace 真的假的啊 對 那時候 我認識的牌子 就是Visace 跟Choco Armani 這兩個牌子 Chanel那時候 都還沒有讓我 那時候我們都還 把不清楚Chanel是什麼東西 其實還沒有那個資訊 還沒有那個資訊 那你們現在接觸的名牌是什麼 來 這個年紀 你們第一個名牌 小雅 Chanel啊 妳是 妳有 擁有Chanel嗎 妳自己本身 包包那些沒有啊 但是化妝品啊 化妝品有 那還有呢 LV LV 應該大家是滿喜歡LV SK2 SK2是什麼 SK2 還有呢 Amani Gu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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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最喜歡的是什麼牌子 LV嗎 Gucci Gucci吧 Gucci 你們是不是受那個哈日 還滿影響的 在東京LV賣得非常非常的好 台灣其實也是名列前茅 對 你們是不是很喜歡 譬如說存一筆錢 或者一有錢就會買名牌 會的舉手 少蓋了 我看你們那個化妝室全都是名牌 對名牌有做過瘋狂的事 或者同學有很瘋狂的經驗 有嗎 有嗎 來 有 買什麼 P夾 買LV的P夾 把飯錢全部省下來去買一個P夾 還有打工的錢啊 結果買到了呢 買到了啊 就很高興 很高興 然後呢 用了多久還在高興 用了快一年吧 還在高興嗎 對啊 因為就是一個名牌就很貴 所以會存錢買 對啊 妳買了那個多少錢 差不多一萬三吧 一萬三 那妳 短假 妳結實多久 就是 沒有結實一個月 然後後來另外一個月 因為太高興已經買了 所以那個月又胖回來了 因為就會自己買 對 對 像我的腰喔 永遠都是23寸 她就是再怎麼樣都長不大起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就是在她發育的時候 我可能比較早一點 我十二歲 那個軍訓的皮帶有沒有 帆布皮帶有沒有 就卡在腰上 所以S腰帶 對 S腰帶卡在腰上 我只有睡覺的時候拿下來 那很痛苦耶 像個蜜蜂一樣 因為妳就好像妳知道 妳小的時候 睡下來 把妳的腳 腳骨頭掰斷以後 然後火小小 火小小小 妳的腳永遠長不大 妳就算把它放出來 它只會做一點點而已 現在要追溯到之前了 我們曉雯好像已經變裝好了 對,看他搞好了 歡迎曉雯 究竟曉雯變得如何 會不會讓人眼睛為止一亮呢